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因為捲入金華城 閉案三十號遭簡聯搜索約談 布出家門時 他議政延遲指揮全場 擺明要挑戰司法 十二小時馬拉松市 偵訊檢察官重點 都圍繞在木可政治獻金 讓阿伯無法接受 也給他機會出招 雖然檢察官表示可以先做休息 但柯文哲怒向檢察官 我要離開北檢 不然請當庭逮捕我 律師證聲員申請提審 如果是辦木可案 應該用木可案的這個傳票 或是他相關的案名 來傳喚柯文哲 而不是用金華城案來傳喚他 那這種辦案手法 的確會讓人家覺得是有瑕疵的 如果法官最後判定合法 將繼續偵查庭 不合法則會當庭釋放 後續檢察官如果想再約談 柯文哲就可能要申請拘票 而逮捕的實現僅限二十四小時 也就是必須在這段時間內 做出強制 處分結果 不管對律師對被告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疲累的過程 所以如果說今天可以 不夜間偵訊 也讓律師可以充分的休息 再來開庭的時候 那雙方或者是做筆錄 雙方的精神上面 也都會比較好 所以是大部分都還是希望 不要夜間偵訊 目前我們掌握 請自由到一票數千元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鄭聲援法官四十七 結業 過去曾是特徵組檢察官 曾徵辦民進黨立委 柯建民官書案 紐承德性侵案等 時剪作轉換跑道 對陣現任檢察官 法庭激烈攻防 各自出招 三列新聞仇洋 欣怡台北上有報導